大家好 歡迎回來五月應該是第2個星期高靜天下市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三個主持 都有自己各自的一些社會活動 所以可能比較遲一點出街 這個節目 希望不要因為這樣 甩到大家 因為大家就為了我們哭唱一些 因為我想始終我們三個主持 對於這個節目都非常重視 很多香港朋友 或者是海外香港人朋友 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不單止是希望我們三個能夠幫他們說話 或者甚至是幫很多 可能是香港人朋友 不方便 或者說的時候 怕有效果的時候 透過我們節目 透過我們三個主持的把口 來將一些應該說的東西說之外 其實都希望將一些應該知道的訊息帶回來給大家 所以我未開始今天節目之前 當然要循例了 都要講一講這個星期我們出家的節目了 當然我們Crew的平台 其實最近都是第一系列的節目 是關於透過論壇形式 邀請一些特別的嘉賓 去講一講這些嘉賓他們專長的一些專題 甚至是很多嘉賓他們現在在公民社會 或者在海外從事的一些活動 是幫香港人 無論是香港的議題 希望繼續受到國際關注 甚至希望受到關注這個活動 繼續維持下去也好 所以先講一講 應該是星期日我們做了一個節目 這個就是香港的自由是如何被出位的 How's Hong Kong's freedom has been undone 我們這次都請了兩位嘉賓 兩位其實在政治學方面 都是一個很資深 或者很關注香港問題的學者 那第一個如果是意外在中大 比較叫前輩一些的同事 或者學生都認識的 就是Professor Michael C. David 其實十幾年前 當中大還有法律這個專頁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教授 或者老師 他現在就是威爾遜國際學院中心國際訪問學日 然後就是Professor Victoria Hoy 他都是美國聖母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 我還記得其實我們在海外學者 或者比較年輕一些 都是一個平台 其實他都有積極參與 就是可能幫一些在海外的香港人 怎樣準備 找一些學術有關的工作各方面的 然後也是鍾Sir做我們這次這個論壇的主持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欣賞 我都見到其實瀏覽的朋友 或者數目都挺多的 所以也都歡迎大家將這個節目分享給其他香港 或者是海外香港的朋友 當然另一個節目就是 我寫的文章叫做《人渣安全》 一個虛構故事 記住記住是一個虛構故事 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當然這個故事裡面有些事情是淺層相識的話 其實是幻覺來的 其實可能真的是 如果大家看完這個節目之後覺得有共鳴 特別留意這個《人渣安全》的故事 最生氣的那句話 其實就是帶給這個故事裡面一些主角 他們如果希望他們的現在、未來 還有希望的話是應該怎麼做的 好了 然後就有一個節目預告 這個節目預告就是 其實我們叫做《未來論壇》 其實我們叫做《未來香港前景》系列 這次就會透過這次5月2號 這個英國的地方議會選舉 也都見到其實這次慢慢特別 當然是香港人社區 或者一些海外香港媒體 都特別關注香港人的政治參與 如何令到香港人不單止在英國的政治參與度提高 甚至希望將這個香港的議題能夠打出去的 所以這次《未來香港前景論壇》的主題叫做 海外港人透過政治參與推動香港議題 大家留意那個播映時間 因為其實不同時區的朋友 都留意那個時間裡面的不同 日期就是2024年5月12號星期一 留意如果我們英國時間就是下午1點到2點 換句話說如果香港的朋友 大家就是吃飯時間看 就是晚上8點到9點 如果美國西岸時間的朋友 就可能要較鬧鐘早點起床看 就是早上7點到8點 這次我們就請了兩個單位嘉賓 第一個就是劉家文和Carmen 那Carmen就是Wood for Hong Kong的籌位 也是前黃大先驅民選議員 他也是中大政政系的畢業生的 然後就是call for Hong Kong的代表 那call for Hong Kong其實它是一個在美國港人 和唱義社群提供服務和資源的平台 主要項目都包括一些聯絡美國國會的工具 社區的日曆和美國國會的資料 好了 這一段都或者這樣 我突然想到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在看這個節目的一些巷外團體組織 都想希望透過一些論壇或者對談 宣傳自己的理念或者最近有些什麼活動的話 都歡迎聯絡我們call的平台 我們會有適當安排 就是為大家作出一些相關的活動 特別我們都有一個公司在未來 前景論壇系列這個平台 也都希望幫到大家宣傳 就是無論是海外或者英國 不同國家的一些香港人平台 都希望透過我們這個部分 幫大家推動 當然大家都知道就是 其實剛剛香港就考完這個民群試 但是英國的公開市就開始如火如荼 在5月你知道就會考GCE 然後6月就會考A-level 我也很榮幸今年都能夠改到A-level 政治科試卷 某個試卷 我不要說什麼試卷 我只有一些利益充實 講某個試卷的一個月卷員 我那時候在香港就申請改卷 就是搞養生的一份 就申請不到了 那竟然 不好意思 收養上水了 不好意思 那竟然在美國 英國 我申請了兩天就搞定了 就是搞這個政治科 那當然大家都可能對於 特別一些 可能現在可能是 讀 grade 11 grade 12 那些小朋友 開始都打算準備一些考試 那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Club的平台 很早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相關的節目 是關於一些公開試的預備 那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一個叫做 在英國上學去的系列 那其實有兩集 在英國上學去 5是講到考試篇 就介紹在英國的一些公開試 那其實英國也都有不同形式 不同的程度公開試 不論是給一些同學 可能會讀語科 也都有一些同學 可能是透過這個高級程度回考 是作為一個大學錄取的資格 那然後在英國上學去之六 十六家生物篇 那這個就是 當然其實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在英國 不論是教育 可能有些學生想要讀大學 那可能讀一些 可能是御科班那方面都好 或者可能有些同學就覺得 我比較有興趣就是出來做事 那也都有可能就是透過一些 學徒制度 或者叫做apprentship 來到去在專業方面 是增進自己 那希望讀完這個中學之後 能夠教育容易進入某一些專業 或者某一些職業技能 能夠學而自容的 那所以呢 如果一些香港朋友都想幫自己子女 都希望知道究竟 英國的升學途徑 或者英國考試狀態的話 就不妨不要錯過我們這些節目了 那看一下有沒有介紹這些節目 那基本上都已經講完 就沒有走步了 那當然剛才一開始都講到的了 那譬如說無論我們遲些節目講到 就是香港人的政治參與 或者可能很近 那就是剛剛上個星期的 星期應該是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四 那月二號也是 五月二號星期四 那我剛剛就英國 就舉人了一個叫做地方議會選舉 地方選舉 那也都是選很多 譬如可能地方議會 或者各方面 那這些比較技術性的東西 那留給大家可能看不同 平台的節目都有相關介紹 但是我想今天節目 最主要的目的是 透過我們三個主持 透過我們三個主持 參與 參與今次 英國 地方選舉的經驗 不同形式的經驗 無論簡單的投票 或者甚至 就是我自己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都好 都希望讓大家知道就是 究竟英國的政治參與 英國特別是在 地方選舉 或者我們怎麼看整個英國的投票 選舉各方面 那有什麼觀察可以給 可能作為英國港人 或者看這個節目 韓國或者香港的朋友 有什麼訊息可以參與呢 那我或者相時間交回給鍾Sir先 就剛剛 剛剛 上個禮拜二 禮拜四 就已經舉行了 地方議會選舉 其實這個選舉 不單止選這個地方議會的議員 還要選擇當個公司的所謂警察的代表 所以每個公司的主要負責人 都是由民選產生的 這個也在反映著 在英國的民主制度 經過這麼多年發展 也相當成熟 我們上個星期四看到的情況 其實在英國的選舉裡面 我個人在我住附近看 其實就沒有什麼選舉氣氛的 真的很冷淡的 投票率不是真的低的 有多好的 但是那個 就是在選票站 你不見到很多人拉票 不見到那些拉拉死死的場面 不見到喊咪的 總之各個就拿著 有些網上投票 有些人拿著投票的通知書 就帶著有相片的證件 就可以去投票了 到時候就選你的公司的代表 和選那個公司的公司 過程相當順利 也相當平靜的 今年其實也是在西方社會 在亞洲地區都是大選年 就是台灣一月初 推行了這個總統選舉 英國就五月推行了這個地方議會選舉 英國今年稍後就會有這個國會的改選 都已經在手上了 跟著美國年底又會選這個總統 所以今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選舉年來的 我覺得我們來到英國 我也來了剛剛兩年 已經有兩次選舉 我已經有份參與了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就是 在香港 如果我還在香港的話 我會不會前年去選立法會議員 或者去年 我會去選區議員 我可以普遍說的 我一定不會去 因為那個不是真選舉 不是真選舉 前年的立法會選舉 大家知道 完善選舉 完善選舉之後 就全部都是阿爺欽欽 實際上又要篩選 結果投票率 計上邊境票站 都是三成多少 這次區議會選舉 當然不用說了 修改了區議會條例之後 就是 根本就是 如果可以去參與選舉 我覺得侮辱自己的智慧 所以很明顯 如果我在香港的話 這兩次選舉 我都一定會杯葛的 我一定會杯葛的 那就是 來了英國這兩年 其實經歷過三次選舉 第一次 因為我剛剛到 就沒有投票資格 所以沒有投票 另外那兩次我也有去 可以說 我覺得很多在這裡的香港人 都特別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在香港我們失落了的東西 可以在英國重新提升 雖然我們對每個地區的那個 政策的運作 或者說那些參選的人 那些背景那些 未必好像在香港的時候 因為資訊很密集的認識 但是我們都在之前 盡量搜集相關的資料 了解一下他的政綱 了解一下他會做什麼 然後到時候就去投票做這個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種公民權利的體現 就是你只要給我們這個權利 我們就會珍惜這個權利 也會善用到這個權利 如果你不是給我們一個真正的選擇 我們就算說到天花龍鳳 我們都不會稀罕這個假選舉的權利 那這個就是香港和英國的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的一種比較 那今年五體的大選 在英國這邊是有一些香港人的組織 最近做了一個survey 就鼓勵一些香港人 是透過參與地方議會 以參與這個 今年第一國會改選 去介入英國的政治 所謂介入的意思就是 將香港議題 和我們住在每個區 那個地方每個人的訴求 清楚地向到時候 到時候參與這個國會選舉 那幫參選人表達 從而將香港議題帶進英國主流的政治論述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相當有意思的 因為過去那幾年 接近20萬香港人拿了BNO 那不是每個人都有投票權 但是我們估計很大部分 都是可以很短時間有投票權 而事實上過去的數字看到了 香港人來到之後很快就會登記做選民的了 有六成幾七成是已經登記做選民的了 而且今年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在今年的國會選舉裡面 香港選民會佔整體選民的數字 是大概3-5%左右的 視乎最後的投票結果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團結 大家都積極投票的話 香港的議題 是真的有機會帶進一個主流議會裡面 我們當然不能夠期望每天都說香港 但是當一些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候 譬如說 有沒有需要取消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特殊地位 這個就可以發揮作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重要的 而事實上這個《Wolfo香港》 2024也跟幾十位有意參選國會的議員 達成了一個協議 到時候如果他們真的參選的話 他們就會簽一份同意書 然後就會承諾了會繼續將香港議題 帶進他們的工作計劃裡面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也顯示到英國這邊 那個黨是幾個不同的政黨都會重視香港議題 上個星期 24日他們曾經在倫敦國會裡面 舉行了一個交流會 三個黨的代表都有去到會議室裡面 聽《Wolfo香港2024》 以至與會的一些嘉賓的一些發言 他們跟著也有發言去表態 那我覺得我自己當時也在場 我也有發言 我覺得他們是對香港議題 起碼在表面上相當共識的 所以我希望在英國香港人 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票力量 珍惜我們在香港失去了的東西 在今年遲些的國會選舉裡面 是積極參與 積極投票 我講到這裡 好了 鍾Sir講一些高層次的政治觀察 我們這些對於政治的日度 我定趣就一般的 所以我就講一些基本一點的 親身經歷的東西多一點 因為那一天很多學校都會用來做市場 我兒子也會放假 他的學校都是用來做市場的 所以那天如果我們兩個 投票站啊 楊先生 什麼啊 投票站啊 為什麼叫市場呢 我講市場啊 是啊 我太想考試了 是啊 是啊 我來做市場 我只是說市場 我來做投票站 Polling Station 講英文都過了 Polling Station 是啊 我兒子說我來做投票站 我也笑了出來 然後呢 所以呢 所以呢 他要放假啦 就是 照著他 我們如果要去投票呢 就必須要帶他去的 幸好呢 我的投票站 距離家裡 就只不過是十分鐘的路程 走路都可以 就帶他去咯 去到時候呢 其實那個去年都是那個票站來的 你遠遠都可以看到Polling Station 那個字 其實都很容易適應 然後呢 我就一天把單車去的 然後呢 那個單車 原本就想搬進去投票站裡面 然後其實也太大價了 那我懶得了 就排在外面 那麼 票站外面就排到一個單車 這一點很有趣的 因為其實呢 我後來回家看回一些網上的資料呢 其實整個投票的行為呢 是很communal的 就是說呢 不像香港那樣 人進去投票票出來 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說有時候 其實我做做下的事情 是on the way 去票站 我沒有理由特意過去的嘛 那變成我那一刻 我還在做什麼呢 其實就會帶去那個投票站那裡 那這次 我自己就帶了兒子 然後帶了他的單車 那有些人呢 我看到有一張照片 是帶一隻雷仔還是龍仔的 就是那些農民 是 是 是的 那些donkey 應該是donkey來的 那隻donkey 停了在票站外面 這個呢 其實香港沒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英國就有可能發生 因為其實整個投票的行為呢 其實是社會的縮營 那他不是故意去票站的時候呢 他就會將他那一刻做的事情 帶過去票站外面 那就是單車啊 雷仔啊 諸如此類都有可能發生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觀察 是挺有趣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進去的時候呢 那就是今年和去年不同 那今年可能他 防作幣的措施就多了一些 去年呢 他就不需要帶photo ID過去的 那次他就說明是必須要帶 那他不需要帶那個投票的那個通知書 但是一定要帶一張有ID的照片 的證件 那所以車牌那些都ok的 那我們就帶進去囉 那接著他看到那個樣子適合我們的 那他就進去 就是讓你進去拿選票 那其實很簡單的 你拿報個名給他 或者去年呢 就要報個地址 那今年呢 就這樣報名就ok了 那他已經找到那個名字 在那裡就搞定了 因為其實整個選區很小的 那所以其實那個選區明冊呢 是很薄的 那裏是十多張 已經是印了那些名字 所以其實他的選區人數是不多的 好了 那接著呢 裡面整個做法呢 就很人性吧 因為為什麼呢 我和我兩夫妻 就是我們兩夫妻 就去拿票了 然後我兒子就黃居居站在那裡 那有人跟他說 你頭不頭啊 這樣問個年輕人 是的 就是七歲的年輕人 然後我兒子就黃居居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他會罵你 罵我小孩玩 那這些事情在香港呢 其實就很難發生 因為其實香港 同一時間可能他要處理很多的選民 你最好不要帶個年輕人進去 那他這裡就 還有時間可以跟你去玩 所以這個就比較人性化一點 好了 那接著另一個觀察呢 他就說選票了 去年可能我就沒有什麼留意 今年我就留意多了 因為他給了兩張紙給我 那就是兩張不同顏色的 一張就是選的那個區議員 另一個就是董事長 另一個就是剛才鍾索所說的 是那個Police Commissioner 那張紙 兩張不同顏色 但是那個大前提是什麼呢 那個共通點就是 那些是我們那時候做學生的時候 很劣質的那些影印紙來的 很差的質素 那如果是香港的話呢 我想他起碼要用百二磅紙來卡片 來印那張選票 很精裝印刷 有了彩色的照片 那接著呢 就是很厚的紙 有了個號碼 名字 那些全部印出來是很長的 字質很漂亮 但是英國那些呢 你可以說是佛系的選舉 那張選票就印得很差 甚至是起碼 最差的影印紙 就是用一些快過期的影印機來拍出來的 全部是 那你會發覺 這個號稱大英帝國的選票 竟然是這樣 如果第一次選舉 如果第一次投票的話 那感覺一定是很差的 和香港差那麼遠的 就是很方便發援的一個選舉的做法 沒有照片 沒有號碼 你一定要適應到那個候選人的名字 和那個政黨的Logo 它好像有沒有Logo 有個名字 有Logo 有Logo 是很蒙的 不是一定有那個政黨的名字 有政黨的名字 但是我記得是很蒙的 所以他就簡單來說 你如果是文盲的話 你選不了的 因為其實他不可以做這個 還有心裡 不是說選一號、一號、二號、三號 不像香港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候選人的名字 你才可以 還有沒有號碼的 那些不是一號多少、二號多少 沒有號碼的 沒有號碼的 其實他雖然是佛系 雖然簡單 但是文盲的話 其實他要求你對於這個候選人 最少有個名字上面的認知 你才可以去投他 所以這點上面來說 其實他就會認真過香港少少 如果你問我 如果總統有一些補充音 當然可以開導一下我們 開示一下我們 然後 最後兩張選票的尺寸不一樣 一張長一點、一張短一點 然後他也沒有教你怎麼對接 總之你自己接 終於點接就點接 然後放回箱裡 我自己覺得很佛系 然後搞定完之後就可以了 整件事其實我想是五分鐘之內 已經搞定的事 因為這次我們早去 上次我記得我們是下午五點鐘之前 他搞定 就是臨收檔之前我們才去 所以很少人 這次上午11點多鐘去 相對來說是多人 好了 再說到一點 就是說 這次其實我們兩夫妻 都是選六黨的候選人 為什麼選她呢 其實就是她 不知道自己領悟出來的一個選舉方法 還是她有學香港 她有洗樓 我喜歡她洗樓 我喜歡她洗樓 其他那幾個候選人 就完全沒有出現過 沒有見過面 那麼這兩個人呢 就選之前 來過我們那裡敲門 聊過天 派過傳單 想我們起碼認得她的樣子 知道她有這樣的候選人 接著呢 我印象很深的是什麼呢 我們投完票回到家 大概下午1點鐘 就是其實她是離開選舉結束之前 三、四個小時 她又再來一次問你 啊你投了票了沒有啊 然後我們 oh we have we have offer you 他們很開心地這樣走了 所以整件事呢 覺得是像香港的經驗 就是香港的經驗 其實都是在這裡有可能存在 當然就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但是當她肯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你印象深刻了的話 自然就會投她 所以這次呢 綠黨那兩個候選人呢 都當選了 還有看回全國的數字呢 其實綠黨這次進帳了 有了七十幾個 就是counciler 是的 大輸家當然是保守黨 沒有了四百多票 因為分了其他不同的政黨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幾大警號來的 就是說下一次的選舉 其實保守黨 其實就是那些人數少了的話 其實對於她來說 可能就非常之不利 沒有說了那麼多 好 董Sir先補充一下 我再講我的故事 就是這次年底的英國國會改選 在這次地方議會選舉之後呢 現任的首相都承認了保守黨有落敗的可能性 其實呢 就落敗這個估計 去年年底已經 很多人都是這樣估計的了 覺得英國就是 到了2024年的這次國會改選舉 就會改遍換代的了 因為不覺不覺 就是保守黨 除了2000年那次 是要和這個自民黨聯合執政之外 在這次都連續執政了14年了已經 那過去經驗呢 就是由戴卓爾夫人開始 保守黨連續17年執政 接著18年了 不是17年了 18年執政 接著到了工黨1997年上台 就連續13年執政 那到了2000年之後呢 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 做了一屆 接著呢 保守黨 計算了那一屆的話 就叫做連續 也都是連續14年執政 那所以呢 到這麽上下呢 英國就會改遍換代 那 就是 講得什麼 這個政權就被顛覆了 那 但是這樣的顛覆呢 就很正常的 就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 政黨輪替是很正常的 就是不需要看得到這麽慎重的 剛才阿洋講到的那些呢 其實也講出一個事實 就是 我們在香港都有投票 有做過選 你會發覺 英國可能選舉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普通的 所以他們那些安排那些呢 如果你和香港比較的話 你香港人過來 你覺得 為什麽選舉安排 這麽小學雞呢 可能有這感覺的 那 但是他們 事實上也都很文明 很有秩序 很安全 很平安 也都沒有什麽激情的 但是香港呢 你看到呢 其實就香港那些選舉操作呢 很嚴謹的 用的紙清清楚楚 你說不讓小孩子進去 說不讓小孩子進去 不讓小孩子進去 這樣 那這個當然可以有些斟酌 但是這也是嚴謹的一面 就是他不想整個投票過程 給一些 就是 給其他因素影響 那登記過程也要有身份證 要畫你的線 你進去呢 要鋸起來 那這些在英國這邊 不一定要這樣的 就是基本上 很少畫雞的 你說這麽說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正正的 我們覺得香港那個 就是投票 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全面投票 為什麽香港人這麽珍惜呢 因為我們過往 我們負責投票的部門 公務員 參與投票工作的那些 公職人員 都是嚴謹的 這麽多年來 我們的選舉 當然有激情 有爭拗 有投訴 但是 其實 主要的投訴 都不是說選舉過程不公平的 是吧 所以其實 香港的民主發展 你說是一個半吊子的民主 這個事實 但是呢 基本上是很和平理性的 現在 一個這麽和平理性的選舉 被一個政權 以國家安全的偽命題 完全摧毀 變成 變成了 剛才我所說的假選舉 就是 2020年那次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 2021年 我們都不去投 是不是 不去投 現在 最新的市區議會選舉 我們都不去投 或者很多人都不理政府的呼籲 不去投 為什麽呢 因為這個選舉是虛偽 就是 就是 你玩一個假 玩假的遊戲 叫我陪你瘋 我當然不跟你瘋 但是在英國 雖然說他很小學生 但是我們很重視 我們看到英國人都很重視 正正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 香港的選舉制度 雖然不是一個完全的民主 但是受到這樣的破壞 這個我相信歷史必有定論 必定會清楚知道 究竟破壞香港 和向破壞 這個屬於大中華地區的城市的 民主進程 誰是千古罪人 應該是清楚的 好 當然因為我看到時間關係 我的故事今天就不多說了 希望將來有機會和大家說一說 或者在不同的平台 或者在不同的節目說 但是無論如何也好 我想這集在結束之前 都說了一件 都很值得鼓舞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其實有一個 就是以前 中西區區議員 叫做吳兆康 是 他這次就在烏騎堂 那裏就有參選 然後你會看到 其實從吳兆康的例子 你都可以看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 當然是香港人的政治參與 特別是直接參與 就是地方選舉 那如果我看回相關的數字 你都會看到就是說 在Walking Hang 三個當選的議員裏面 第一個就是武修黨 跟著第二 第三個都是這個自民黨的 然後你會發現到 其實吳兆康的票數 和第四個高票數當選 也是自民黨 其實都只欠了三十多票左右 所以我都相信一件事 其實很多朋友都分析 第一 我們都相信越來越多 香港人會直接參與 就是地方不同形式的選舉 那當然如果你說 什麼時候去到NP 可能都要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作為Castler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作為未來NP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大家 香港人 特別在海外 在英國香港人 大家細水流場 繼續深間細塑的話 越來越多香港人 參與這些地區選舉的話 我覺得香港人聲音 不能夠被 可能英國社會 或者英國傳媒忽視的 那第二件事 當然就是香港人 在整個投票裏面 究竟他那個票 是不是真的可以影響到那個選舉 那原來後來 有些媒體都有分析過 就是說其實在某一些選舉 譬如說我看回Hopbooking 那我看到其實 吳兆康的選票就是一千一百十二 然後排下一個 也都是自民黨 是一千一百三十三 那我也很相信 其實吳兆康當選 Walkingham 香港街坊 那個部分 是擔得很重要的角色 那也都我們相信 其實在某些市 或者某些震 如果你說當地 是很多香港人最重要的話 其實香港人是絕對 可以成為關鍵少數 就是說在整個選舉 如果他贏輸 可能是幾百票 或者甚至幾十票 都好 香港人可以當重要角色 所以在今天節目結束之前 也都希望呼籲大家 在下次英國全國大選 我叫Journal election的時候 如果這次沒有投票的 那記得下次投票 因為我認識有人 因為太盲蜂蜂蜂蜂 是忘記投票的 那第二件事 就是多點留意英國的新聞 那也都可以預告一下 我在五月 我會幫《追新聞社》 這個 Crew教育的兩篇文章的時候 我會回顧 工黨和保守黨 對華政策 也都希望 作為我們這個平台 作為一個 公民教育平台也好 都給大家 有一個有系統的方面 知道究竟兩個大黨 因為坦白說 大家知道 保守黨輸硬的了 工黨贏硬的了 但是如果回顧 保守黨對華政策 和工黨對華政策 或者對香港政策的話 其實這些文章 是對大家未來投票 作為考慮 投入英國黨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這個節目還沒見到之前 兩位主持有沒有補充呢 我覺得剛才說到 香港人 有機會選到做議員 地區議會議員 當然今年年底的MP選舉 有沒有香港人參加 我們不知道 但是剛才我都說了 應該有3至5%的選民 會是香港背景的 所以不要低估這個力量 而英國的政治制度 其實也是可以接受 有一些外來的人 是選任做議員 甚至做這個首相 這個正正可以看到 基本法 將 連請過校長 都一定要中國人 這些說法 多麼嚇唯 多麼少加 那彭定康 我們香港的最後一任總督 活動總督曾經說過 他說 他很相信 遲到有一天 英國是有機會選到一位 香港人 或者香港人下一代的人 是做了首相的 就是這樣 他這個港版國中樂觀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現在看到 英國的首相 就是一個印度裏的人 是吧 倫敦市的市長也是 所以 絕對不要小看這個力量 而這個力量 首先的前提 就是建議一個公開 公平和民主的選舉 是的 那彭定康那個 之前的預言 已經中了 就是香港的衰亡 就放在香港自己的手上 下一個的預言 何時會有香港人的手上的話呢 那既然他說得出的話 我相信有這一天的 不過 選舉這件事 就不是純粹是說要拿權 一位成功二位弟子 香港人去到去投票的話 其實一個對自己最有用的地方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可以去提升這個credit score 是的 所以對自己 是的 所以其實不只是說 在公在私都有用的 所以麻煩每一次 都盡自己公民義務去投票 做一個在地的香港英國人 這個已經足夠了 好了 那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裡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兄明天 我小心 我們下星期再見